这个杯体上布满了这种白色的尖刺啊 非常震撼人心的摇摇乐功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图一乐系列的番外片 今天我又准备了一些有趣的产品 来打算做一个开箱合集 但这次我会用一个非常特别的 直播带货的形式来做 带货这两年一直很火 我自己一直以来是从没做过 但是我的图一乐系列经常会被人说是在引领潮流 比如之前的那个满月灯 现在某宝上已经有平价版了 售价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 所以作为up主 我觉得不能被时代的浪潮甩下 我想看看如果我来尝试做直播带货 会不会有那味儿 为了学习 我这几天看了各种大佬的直播录像 什么李佳琪 罗永浩等等 还真的总结出了一些和做视频不太一样的规律 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你的产品是什么样 你喜不喜欢 在那个场合下 你必须能真情实感 快速地说出这个产品的各种卖点和亮点 OK 那么做好准备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新人带货主播 拉克斯了 好的 那么我们开播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拉克斯的推乐直播间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第一个品 这个呢是一个来自Hell Store旗舰店的Antibiotical Design的白色仙人掌陶瓷咖啡杯 这个非常好 它好在这个敏感肌也可以用 然后外形非常独特 可以看到来助理给我们一个特写镜头 这个杯体上布满了这种白色的尖刺啊 我觉得这东西尤其适合小孩子 这个可以培养他们从小就正确拿杯子的这么一个姿势啊 就你要是不好好拿像有的人 可能看到这有个杯半的 他就不拿 他就这么拿 他就扎到手 那我们这个杯子口碑也是非常好啊 这个我们这个月热销了三件啊 是他们这个品牌的爆款 那虽然销量不多 但这说明小众才是精品 就谁说全网卖爆的才是好商品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功能啊 这是一个咖啡杯 所以当然拿来喝咖啡 来给我一个咖啡 装水完全没有问题啊 非常能装 正好是一杯拿铁的量 刺其实有设计的 就是它正好在嘴的这个位置 你看我右手这么一拿 嘴的这个位置正好没有刺 非常符合人体工学啊 嗯 那这个品属于我们的这个潮玩品类 天猫618期间打开淘宝 为什么打开淘宝APP搜啊 搜百大IP乐园有惊喜哦 这个杯子平时的价格是348元 618期间在天猫下单满300减50啊 那其他的折扣这个我拿不到 各位各评本事好吧 你们跟客服聊聊看 你就说这个我是学生能不能打个折 你不要不识好歹好吧 好的这个产品我们来上个价 那么321我们下一个品 接下来给各位带来一个重头戏 一辆奔驰大G 奔驰儿童电动车 可坐人四轮汽车 遥控小孩玩具车宝宝月夜车 当时买这个是因为我把可坐人看成了可坐大人 然后我以为真的能坐 说到之后发现它承重只有30公斤 所以我这个体型坐上去肯定这车就废了 但是来都来了 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首先别看它塑料感十足啊 但人家确实是梅塞德斯奔驰的正版授权 然后给大家看看细节 比如说车门能开 但是只能从里边开 尊贵的柏林之声音箱的贴话 然后方向盘能转 车灯能亮 还有这个虚假的引擎声音 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摇摇乐功能 或者说车震功能 等于你的孩子在家租不出户 就可以享受那种游乐园里摇摇车的感觉 然后除此以外它还有非常牛的这个听书听广播功能 我们来放首歌 想想你的孩子能一边听一边飙车啊 然后如果你不想开 你还可以用这个遥控器来直接把它当成遥控车 虽然我自己做不了 但因为有了这个遥控器 所以我可以拿它做一些额外的用途 比如说现在北京小区外卖和快递都不让进小区 就可以拿着它带我拿那些很重的快递 可以看到它运行时候电机咆哮如雷 近显大G风范 但与此同时行进速度不超过5公里每小时 确保行车安全 我还特别邀请了专业车手 对这辆车进行系统性的体验 很显然这台车给它带来了颠覆性的驾驶体验 令它肾上腺素飙升 太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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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学校里拍这个 大家会觉得你很劲 他会觉得我是个小 好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母婴用品 这个 意外 好 背意的宝宝床头音乐旋转摇铃啊 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这款床铃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 我今天给大家看的是这个销户款 可以看到 销户 即使成年人也能在这个床铃下 短暂的回到无忧无虑的婴儿时代 感受它的美好 功能上这个床铃只需要两节5号电池 还自带TF卡蓝牙和旋转三种模式 TF卡里有各种世界名曲 能够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 看它上面有这个开关键模式键 还有切割键 有的朋友听到这可能会说 你这个音乐床铃这音质也不怎么样啊 怎么感觉低频缺失严重呢 但是这个我觉得各位朋友情商的低了啊 婴儿需要的不是澎湃的低频 这反而会伤害他们幼小伤未发育的这个听力 所以我认为这款床铃它不是音质不好 而是开启了婴儿专用的这个揉音滤镜 只让这个孩子们听到柔和的中品 这样的话孩子就不会被这个过于真实的声音给吓到 那同时它还有蓝牙功能啊 如果有的家长觉得 哎呀这个古典音乐放起来没意思 我想把孩子教育成这个电音达人或者说唱新兴 那么你就可以在孩子的这个床头放这个 比如说我们来一首 想象一下你的孩子听着这种音乐 它一定能成为非常有艺术细胞的类型 那我们这款床铃它的这个原价958天猫618期间到手价只要366 三点几折四折差不多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产品 哦接下来这个是一个真正为夏天而生的产品啊 来自瑞伍的这个幻影系列Meta Metaura 还是Metaura 算了无所谓 就是咱们这个幻影Pro系列的智能穿戴空调啊 那这个尤其是和室外工作或者出去交游旅行 或者你的学校公司里空调不给力 甚至你家里太大想省电的情况 这个功能上跟传统挂拨风扇有什么区别啊 挂拨风扇它其实只是把风扇装进去 然后给你吹风 但是这个产品人家说了 没有空调制冷剂的通通都是吹热风的假降温 警惕市面夸大吹冷风效果 那我觉得非常离谱的在于瑞伍自己都出那种普通的挂拨风扇 等于说他们这个详情页面狠起来 连自家的产品都要dease 不过这个东西确实不错 它最低可以低到16度 给各位拿APP演示一下 它可以通过蓝牙连接手机 现在是21度的冷风 然后这边风量也可以调 或者你想把风量调小 或者你记得21度还不够凉 其实我这后脖子已经很凉了 你可以再调 然后甚至冬天它也可以用 冬天它可以制热 这边有一个制热 最高可以到55度 我看了它里面的这个说明书 它是用的是破耳贴效应 那破耳贴效应这个东西 看过之前厨艺乐的肯定很熟悉了 对吧 我之前就做过一个4000多买到的 那个破耳贴效应的手表 这玩意它就是用的这个效应 然后它当时就是宣传你带到手上 它接触的这一小块位置会发热或者发冷 从而让你的身体能够变得温暖或者凉爽 但这玩意就是纯属扯淡 我之前做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像这个发凉的范围是这么大 所以说它的效果就非常好 那简单来说我测过各种各样的降温道具 之前我还做过风扇衣 就是衣服里有个风扇 还有水循环背心 就无论是哪一种衣服 它都会影响你穿衣服 而且那些衣服穿上去真的就很难融入大众 但是你带一个这个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类的产品 比如说挂博音箱 大家带上去你会发现还挺潮的 原价3299 618我们特价1599 再减300到手价1299 冬天夏天都能用 各位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 OK我们今天最硬的一个产品来了 各位应该都骑过自行车 但是你一定没骑过这辆 介绍一下 这辆是Trimatrix的一个躺式自行车 我认为在拉风程度上 不低于手工冷之前做的这个僵尸自行车 而且舒适性更是完胜 那说实话 Trimatrix这个品牌我之前也没听说过 包括我去搜了它车架上留的这个网址登录 也是网站建设中 所以谁也不知道这个品牌到底怎么回事儿 但是这个车确实是非常的有设计 它对自行车的这个车身结构进行了完全的重置 灯子的位置不在传统的这个位置 而在这儿脚踏板 那这个我也专门咨询了相关的法律人士 就是这个车根据国标QBT17142015 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辆自行车 所以它理论上是可以正常上路的 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去户外测试一下 众所周知现在北京也有疫情 所以我特地挑了一个凌晨4点多出门 这个时候街道上是没有人的 那可以看到啊 这是一辆美船的共享单车 在车长上就有很明显的区别了 好 然后 你要 躺下来 哎我去 你要躺下来 踩到这个位置好发力 你拨一下使个劲儿 然后就赶紧上去 就上去 等会儿痛 好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练习 因为你如果没有试过这种 跑车式的这种起步 你可能会不太适应 所以你得掌握好身体的这个重心 然后施加一个向前的力 好 哎可以看到这个身体的姿态 洗好了之后就可以很放松啊 好 非常非常的轻松惬意 这个车我骑完的感受就是 你骑上它之后 你就再也不是那种 匆匆忙忙上下班赶路的上班族了 你就是一个享受生活 享受躺平的一个享受人士 就这个车你不可能把它骑得非常快 就很悠闲 整条街上就我最屌的那种感觉 然后由于你是整个身体在接受这个路面的感觉 我们经常说你骑车骑多了 尤其是男性 对于你的这个敏感区域是不太好 是有压迫感 但是这个车真的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产品我觉得非常不错 那在价格上 我买的这个微沙版的到手价是3899 那有一说一这个价格确实不低 而且我也拿不到什么折扣 但是目前在市面上 那如果你想躺着骑车还能合法上路 目前我看到的这个应该就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物以稀为贵 然后另外他们家还有三轮的自行车 只不过那个价格要更高一些 可能旗舰款要上万了 那那个就适合你更加躺平 就躺平中的躺平你才会用到那个东西 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已经非常OK了 这次我还准备了一些其他产品 比如说原神的这个2021线上音乐礼盒 或者日本画师NECO为原型的这个A到Z系列的D的手办 但由于时间关系就没有办法一一展示了 真要做直播带货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 OK说明一下以上这些所有所谓带货的产品 都跟我没有任何合作关系 就纯属是我自己选的 也并不是要大家真的去买 那最后总结一下我个人感觉做下这期视频 直播真的是挺难的 就是需要你提前准备大量的资料 还有直播的这些流程和效果 就我这次已经是比较随意 甚至就是张嘴就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正式的做一场直播带货 确实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同时作为观众 我觉得大家也要更理性的看待各种直播带货 就比如说这个肖户的婴儿床的床龄 它其实是专门为婴儿床设计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固定方式 不是一个夹子 也不是我们认知中任何一个常见的接口 普通的床板或者普通的板子都是放不上去的 但这些话我在直播里可能就没有办法说 所以我觉得各位看直播带货的时候 首先要把主播的那些话术 转换成你自己的实际需求 去除掉那层滤镜 你才能找到适合你的产品 就别像我一样经常一上头就买了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